夏宇喬还原导演 求婚现场 他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有新婚人亲夏宇喬 整个人散发出粉红色泡泡呀 终于找到 心有历史的美好 一辈子暖暖的好 我永远爱你到老 我们一开始交往 他有点变成神经质 很像雷达 就走进一个餐厅 他就 这边有人在看你 这边有人出你 这边有人 然后他在旁边就会 很自在的说 我要一碗干面 然后一碗糖 我的世界跟他的世界是非常不一样 可是奇妙是我们又有很相像的地方 我看的电影跟他看的电影 有很多交集的地方 他是电影百科 他像我的片单指导 我在做很多电影功课的时候 是需要他帮忙的 然后他就被我感染很多活泼的个性格 然后我被他感染了很多文艺气息 所以我们两个就互补了 只是他 晚晚没想到自己会心甘情愿 踏入爱情的坟墓 当我年纪越来越大 我越来越不想结婚 那时候其实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你怎么想清楚 因为显然我当时 你有没有想清楚 我有啊 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我虽然边哭 但是我还是会说 你确定吗 你有没有想清楚 这样 我不知道 婚姻这两个字会改变我们多少 要跟你一起经历这些事的人 他都不害怕 而且让你觉得你可以依赖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我到底在怕什么 所以是他给了我很大力量 娱乐动新闻要一直心服下去哦 巴豆